Hello大家好,这里是川流网,我是讲师Max 感谢各位观看由川流网自主研发的TikTok Shop的课程 今天将为大家带来1.1.3的课程章节 主题是TikTok常见的三种账户体系 其实TikTok的玩法太多了,账户体系也比较复杂 我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有太多的卖家分不清楚TikTok,TikTok Shop,TikTok广告账户 今天就为大家来理清这三个账户体系 首先先说一说TikTok的创作者账号,也是被叫做TikTok Creditor的账户 它就是我们在手机上下载TikTok之后注册使用的用户账号 既能够发布,也能够浏览短视频 在TikTok的电商链路里面,这一类账号既可以是买家,也是商家做带货的载体 下面解释一下TikTok的广告账号 广告账号仅限企业使用 专门用来做广告投放的 这一类账号没有粉丝这个概念 只要开通了广告账号 就可以付费把广告主的广告投放在TikTok的上面 从而实现广告主为网站带来流量或者带来下载量或者或者品牌宣传这些目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TikTok借助智能推荐的算法并不是把广告一股脑的推给所有的用户 而是让用户根据兴趣和品牌的信息产生高效的一个匹配 能做到精准投放 还有一点 其实TikTok广告账号与TikTok内的电商链路其实并没有联系 因为这个广告账号更多的是为了引导TikTok用户贴远到广告主的第三方网站 而不是停留在TikTok里面 所以商家想用广告账号为自己的TikTokShop的产品引流 这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 如果真的想要引流 可以使用TikTok创作者中的promotion的功能 也就是类似于我们国内抖音的抖家这个功能 具体的操作方法会在本门课程的营销章节当中讲到 最后一个账户是TikTokShop的账户 这个账户是专门为商家准备的 商家可以发布商品 通过找答案带货 或者商家也可以自主做视频 做直播 挂上面橱窗进行带货 从而接触到更多的买家 也进而带来的订单 成交也是在TikTok里面成交的 也不需要挑人到第三方的网站 总之呢TikTokShop就是TikTok内部的电商体系 大家这样理解就好了 总体来说 这三个账号相互相成 合理的使用 可以让卖家的店铺 或者是卖家的第三方网站 销量更上一层楼 也利于商家管理和运营自己的店铺 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下节课将为大家介绍TikTokShop的优势 我是穿着网的麦克斯 感谢各位观看 也欢迎大家关注传流网 学习更多的快线电商知识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